大家好,我是小安,YouTube的黄金三小时 如果您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请您介绍到的给我一个like 真心地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谢谢大家 莲子具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 古人认为,莲子想清风之气,得加强之味,乃皮之补也 吃莲子有养心安神,静脾不顺,纸色固件的功效 莲子不仅有助于缓解失眠 更适合咳嗽、肺部疾病喘的朋友们多吃莲子 对于消化的人来说,莲子能够通过不顺增强免疫力 达到润肺的效果 并且莲子有特别好的清热去火、排毒的功效 尤其是对于肝脏不好的人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莲子 有助于降低肝火旺盛 防止修复细胞的受损 而且有助于莲子中的淀粉加快肝脏酶的水解能力 将其转化为痰储存在肝脏内 降低肝火 还能够防止腹性的发生 黑豆它含有特别丰富的胡萝卜素 蛋白质等一些营养物质 经过科学家研究发现 黑豆对于我们的肝脏和肾脏都特别的滋补 并且除此之外 它含有的一些营养物质 对我们的势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黑豆中含有的丰富抗氧化成分 花青素 对我们的眼睛有特别帮助的维生素A 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的缓解势力疲劳 还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预防势力的下降 我们选黑豆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就要选择青皮肉的黑豆 因为中医认为青色乳肝 而且青色的黑豆含有蛋白质 一黄桶等营养成分弹量特别的高 起到肝肾同补的作用 青色黑豆皮含有一种特殊的脂肪酸 这种物质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血管的垃圾 保护血管的弹性 准备几颗红枣 加入清水淘洗干净 红枣和枸杞一样 沟河里面有很多的灰尘不好洗的 我们可以多洗两遍洗干净 入口的东西一定要洗干净吃着比较放心 平时我们吃红枣都是为了补血 养颜 美容 其实红枣除了补血 养颜 美容之外 还能够帮助大家保护眼睛视力 缓解眼睛的疲劳问题 红枣的营养十分的丰富 还有对人体有益的14种氨基酸 维生素含量高出苹果香蕉几十倍 有活维生素碗的美育 我们再把红枣剪成小半就可以了 枣壶确实不要 枣壶特别的燥热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定不要吃澡壶 夏天版就会比较热的 再使用澡壶会更加点燥热 红枣剪成小半更能激发出香味还有作用 可以改善皮肤松出的状况 所以红枣有特别好的滋养皮肤 严寒烧倒的作用 皮肤含有特别丰富的铁匀素 有非常好的补血活血的作用 我们先来准备20克一米 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 吃一米可以去斑 事实上 一米富含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和人体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 有很强的美白效果 可以改善肤质 去斑都有特别好的调理作用 同时 一米是一种美容食品 常使用可以保持人体的皮肤光滑细腻 可以消除粉刺 雀斑老年斑 蝴蝶斑 并且对皮肤粗糙都有很好的疗效 所以我们吃一米可以润泽肌肤 美白去斑 行气活血 调精止痛 用于皮肤上有特别好的美白效果 提高皮肤的新陈代谢 以补睡的功效 可以做到防止肌肤干燥 保湿缩水 还可以防止晒黑 改善肌肤干燥的情况 我们每天用一勺一米来煮粥喝 美白的功效很神奇的 是从皮肤的基层来改善皮肤的状况 健康人吃一米可以使身体清洁 减少患癌的几率 所以凭水的时候适量的吃一些一米 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大的好处 同时 一米有非常好的健脾趋趋的效果 黄奇又叫北奇 它性温胃肝 可以补气酷表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一种补气中药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 唐达为不要智障 经常用黄奇煮汤水 或者是直接泡水喝 都有特别好的保健养生的功效 行时多喝一些黄奇水 还能增强免疫能力 对高血压 糖尿病 所引起的浮肿 面部蜡黄等情况 经常喝一些黄奇水 能够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 山楂含有的山楂黄铜类和 酸酸肝 能够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山楂中的酸酸肝 能够增强心波能力 增加冠状动脉流血量 所以山楂可以辅助降血压 很多人觉得山楂能够降血压 大量的食用山楂 血压就会降下去 正确是错误的 山楂只能辅助降血压 较高的患者还需要药物的 并且配合饮食运动结合 山楂对胃的作用很大 而且含有较多的糖分 大量的食用对身体不易 山楂的食用量 最好一天不要超过五克 白少性酸 胃苦 微寒 乳肝筋和脾筋 具有养血揉肝 缓急止痛 联姻止汗的作用 能够养血揉肝 可以治疗胸斜疼 肝血不足的症状 经常使用白灼 能够缓解止痛 可以治疗胸腹和四肢关节的 筋软性痛痛 肠和肝草搭配着 可以起到缓解止痛的作用 同时还能够收敛止汗 白灼可以起到通便的作用 因为性寒 所以对于养血气球的人 一定要慎重的使用 尤其是对于通血管 通经络 对身体的各个通络是很好的 消火焖煮20分钟 煮好之后 倒入杯中就可以直接喝了 消火慢煮 更能煮出所有食材的作用 吃到特别好的食料方 我们可以正常的喝一喝 喝上一段时间后 打通全身的经络 血管流通了 腰腿不酸了 腰也不痛了 一辈子远离血栓 对身体的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做法简单 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 立竿坚硬的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 请一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 变得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